音樂 比如說我在跟老師討論 那個教學的目標的時候 那裡面就講得很清楚 你可以怎麼樣跟孩子講話 你可以溫和 溫柔 那你可以簡單 明瞭 告訴他你現在的行為 造成我的不舒服是什麼 造成別人的不舒服是什麼 那孩子表面上看起來很小 可是事實上對他來講 聽懂嗎 他其實是聽懂的 我媽媽的理念一直就是在於 孩子應該要回歸他們心靈 和自身的本身 所以其實我們安康一直在自律 就是生命教育的部分 還有品格教育的部分 然後我們也很注重孩子的生活自理 對 就是我們希望說 孩子是以這些東西 當作他的基底 他應該學會的是 我生活應該做什麼 我在生命裡面 我觀察到我怎麼樣跟這個生態 然後怎麼樣跟這個環境 然後更和平 然後更友好的去共處 然後我要怎麼去愛這個社會 愛這個世界 然後甚至愛我的家裡 所以為什麼教育很難解釋 他背後的辛苦原因是因為 教育就是一個很扎根的東西 他會慢慢慢慢的被看見 而不是立即顯現的 對 所以這些東西是 必須要老師花很大的耐心和愛心 然後孩子 你一定會看到他的成長 但是必須要等待 那說花一個好驗 我覺得這個教育 如果能夠花陽光大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孩子 是很幸福的 是很幸福的